为什么说不论美国做什么 都无法阻挡华为5G的全球化趋势 美国如何才能拒绝向华为付钱 近日 美国联合32个盟友 共同抵制华为的文章 在朋友圈传得沸沸扬扬 然而当事人却无比镇定 尽管对华为冷嘲热讽大有人在 但华为在5G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足以令它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一直在抵制华为 其根本原因 在于华为的控制权没有握在白宫手中 而中国又是美国如今十分忌惮的对象 将通讯安全交到对手手上 美国当然会表现出不放心以及不甘心 随着华为陆续获得欧洲各大国的支持 反观美国却依然在抵制华为的阵营上艰苦奋战 其结果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从5G的发展上来看 中国在5G通讯标准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 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 为此做出贡献的单位 包括排名第一的华为 排名第九的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以及排名第五的中兴通讯 这意味着我国将成为5G标准设定的主要国家 曾经西方国家就因为在4G专利中占比高 就肆无忌惮地设定4G标准 如今换成中国成为设定5G标准的国家 难免会让他们生出被针对的恐慌 毕竟他们曾经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来说并不友好 但5G时代的到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在这个全球互通的时代 美国想要绕开应用华为5G技术 几乎不大可能 不管美国如何挣扎 向华为付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让美国能逃离依赖应用华为技术 那就是发展通信技术越过当前技术壁垒 但以美国现在的发展力 还是付钱保顺畅比较实际一些 虽然美国这次联合了32个盟友来针对华为 但根据美国曾经的退群操作 不得不让人替这32个盟友感到担心 毕竟除了金钱 盟友这种东西对美国而言是随时可以抛弃的东西 因此不难让人联想到这次联合的实际性 与此同时有消息表示 不少参与这次会议的国家 并不准备在任何会议材料上签字 可见美国的盟友不都是没长脑子的生物 或许他们已经先一步认清美国 不论美国做什么都无法阻挡华为5G 通往全球的脚步